出超过70场 地点跨足花莲南北地区 最远甚至到高雄市 都很开心 所以我的笑容跟着出来了 我感觉很快乐又很开心 透过戏剧演出的方式 我觉得对小朋友的那种 潜移默化的功效会更大 这种演出的方式 来传递一些真相的观念 是很有意义的 有些偏远地区交通不便 慈大师生想方设法 争取用游览车接送小朋友 为的是要让每一位学童 都有观赏演出的机会 以我们学校的位置来讲 应该是不太可能 有家长会带来 这边的场地应该是非常棒 非常适合的 所以这种很正式的场合 让小朋友来参加 我想这个部分对小朋友 印象一定非常深刻 剧团取名叫做雅笔 代表很粗的嫩叶 希望透过每一场演出 让戏剧背后代表的教育意义 在孩童心中萌芽 同时也是对儿家系学生的祝福 美书精湛的公演 都是自编 自导 自演 包括灯光音效 服装妆容 甚至是主题曲 都是学生亲手策划 过程中培养团队默契 也激发创造力 因此在第二届就成为 儿家系的必修学分 每一年的公演主题 更结合时事 小朋友可能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很多可以去对应到 这一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然后他慢慢地成长 慢慢地对这一个社会 是有热情的 结合舞蹈 音乐及歌曲 雅笔剧团也要持续将欢乐 带给花莲偏乡的学童 启发他们探索人生方向 并且感受生命 学习趣爱 带新闻花莲综合报导 雅笔剧团坚持了15年 那相信 因此